今天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香港娱乐圈中的姐妹花 一李嘉欣和姐姐李嘉明 在今年的一月中旬 李嘉欣出院回家过年 然后与姐姐李嘉明还有闺蜜一起庆祝生日 当时的李嘉欣属于大病出狱之后 而且整个人的状态已经回春 虽然有一些憔悴的模样 但整个人的气质还是很明显 同样在最近 媒体再一次地放出李嘉欣与姐姐李嘉明 一起参加某一位闺蜜生日聚会的照片 镜头之中的李嘉欣气质又比以前好了很多 尤其是站在闺蜜的身后 同况仍旧成了主角 十分地巧劲 不过在颜值方面 姐姐李嘉明已经有好几次被港媒形容 比不过妹妹 不管是在气质还是在颜值方面 李嘉明似乎很普通 唯独身高与妹妹差不多 据悉李嘉明已经59岁了 翻看李嘉明与妹妹李嘉欣近几年的合影照片 不难发现李嘉欣的容貌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化 反倒是姐姐李嘉明的变化很明显 而且下巴越变越尖了 整个人的脸型似乎没有了以前的模样 不过其实在几年前 李嘉明的下巴就已经变得比较尖 与姐妹们一起同况的时候 李嘉明的气质不落下风 但颜值方面是真的不算美 可能是随着年龄慢慢地增长 快步入60岁的李嘉明已经明显进入了衰老行列 皮肤与五官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完全不能与年轻时候相比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姐妹相差会那么大呢 其实 姐姐能嫁入豪门也是沾了李嘉欣的光 姐姐长得一般 凭自己或许很难获得豪门青睐 李嘉明与妹妹李嘉欣一样 同样是嫁给了富豪 她的老公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 身价超过50多个亿 很早以前李嘉明就已经成了一位隐形富婆 所以在气质方面 李嘉明与妹妹还是比较相像的 毕竟都是属于豪门中的女人 尤其是这些年 李嘉明频繁与妹妹李嘉欣 参加各种豪华派对与闺蜜的生日宴会 如果不是与这些美人对比 李嘉明的模样不会被大家挑出来说 但奈何妹妹李嘉欣太出众了 显得姐姐的面容变化非常大 没有以前那么好看 2.林青霞和姐姐林丽 在一次采访中 林青霞说出了家庭的往事 一度登上了新闻的头条 在叙述中 观众们得知林青霞有个失散多年的 亲生姐姐林丽 两个人分离了30多年才得以重聚 两个人虽然长相相似 人生的境遇却截然不同 林青霞作为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 而姐姐林丽只是一名乡村的教师 两个人同人不同命 瞬间让人觉得事事无常 岁月如幻 在林青霞成名后 利用各种关系找到姐姐林丽时 她就是河南一个普通的幼儿教师 一个是当红明星 一个是幼儿教师 气质差距相当的大 经常保养的林青霞颜值自然要高出很多 但从长相上看两人还是长得十分相似 林丽知道自己亲生妹妹竟然是林青霞时 简直不敢相信 她收集了很多林青霞的周边海报 终于确认了事实 1990年 林青霞赴内地拍戏 姐姐林丽请假陪在她身边 姐妹俩度过了一段非常亲密的时光 后来媒体也知道了 跑去采访林丽 令人意外的是 林丽和丈夫前身永住在50多坪里的房子里 这个房子还是租来的 当时林丽和丈夫前身永双双下岗 靠每月450元的退休金过活 林青霞经常会问她的近况 有没有缺少什么 林丽总是回答什么也不缺 林青霞自然老去之后 颜值和姐姐越来越像了 三许子琪和许子欣 许子琪和许子欣 算是长得最像的一对姐妹了 她们的脸型一模一样 只是五官排列稍稍不同 但这小小的不同 已经让许子欣的面相和姐姐许子琪大不同 许子琪的眼睛炯炯有神 许子欣则有一点上眼瞼来提及无力 眼皮半遮同 这是许子欣长相中最大的缺点了 在颜值上面 两人十分相似 不分上下 在婚姻上 许子琪嫁入了豪门 生活过得十分优越 在许子欣拥有一个豪门姐夫的情况下 嫁入豪门应该不是问题 但她却选择了嫁入普通家庭 平平淡淡的生活 也希望她们两姐妹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四 冯素波和冯宝宝 冯素波和冯宝宝两姐妹都是同心初道 同属于少是七公主 一个是大姐 一个是七妹 大家对冯素波的印象都停留在港剧上面 她堪称婆婆专业户 比如古天乐版《神雕侠侣》中 那个一心求小龙女收留杨过的孙婆婆 吴启华版 以天图龙记的金花婆婆 吕宋贤版 笑傲江湖 怡琳的娘亲雅婆婆 妹妹冯宝宝的名气大了许多 可以说红了一辈子 早些年是香港人的宠 之后又是古装女神 再然后又拿了两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一辈子都在演戏 如今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而在颜值方面 妹妹似乎要比姐姐更胜一筹 五 孙孙和斑斑 孙孙原名李小斌 香港知名歌手 曾是无线电视台欢乐今宵的功臣 后来又成为亚氏花旦 她和妹妹斑斑长得也是极其相似 同样的头型 眼睛鼻子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真要说有差别 应该就是她们的眉毛以及身材了 不过许多人应该更喜欢孙孙的八卦 孙孙曾经和郑少秋有过一段恋情 后来通过好友沈殿侠给郑少秋送分手信 结果这封分手信间接促成了郑少秋和沈殿侠的一段婚姻 1977年 孙孙嫁给李小龙的弟弟李振辉 不过这段婚姻没有度过七年之痒 两人于1983年离婚 之后1992年 孙孙嫁给澳门圈外富商王宗德 值得一提的是 李小龙当年还指点过孙孙节全道 班班原名李小文 当年和姐姐一起通过的Bumblebeads乐队出道 在主持和歌唱上面都有建树 曾经还是1985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主持人之一 班班1996年嫁给惠天赐 不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五年 遗憾的是 惠天赐已经于2012年去世了 六 李雪和雪梨 每逢佳节 不少明星都会发布自己的节日祝福 这部许久不更新动态的雪梨 也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九宫格 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 并称每个女性都是漂亮的 巧合的是 有网友发现雪梨的姐姐米雪 在当天也发布了祝福的动态 二人不仅前后脚发文 并且配图也都是用九宫格的方式 其中还有部分图片相同 而实际上 她们相似的何止是一次动态 就连感情路都一样坎坷 如今的米雪虽然已经66岁 却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线 所以 众人对她的面孔并不陌生 米雪长相优雅大气 欲解范十足 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 她既演得了鬼马玲珑的翘黄蓉 也演得了心肌腹黑的宫斗女 无论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 米雪都能信首年来 是当之无愧的演技派 她能一路走红到现在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今 无论在镜头前还是生活中 米雪透露出来的状态都健康 年轻 丝毫不像是年近70岁的老年人 这种好状态 显然是她好心态的写照 与米雪相反 才57岁的妹妹雪梨颜慧明 在状态上更像是姐姐 说到颜慧明这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 但看到她的面容 不少网友应该会有印象 雪梨曾在古天乐版本的 《神雕侠侣》中出演李莫愁一角 她演出了角色的狠辣无情 喜怒无常和可怜可悲 被观众誉为是最经典 最接近原著的李莫愁 这次的表演 让颜慧明的反派形象深入人心 但其实 出入圈时的 她是清纯无害的小白兔长相 属于看一眼 就能激起观众保护欲的类型 彼时的颜慧明起点很高 刚入圈就能与周润发合作 后续她又接连与各路大咖搭档 凭借清纯长相和经验的演技 打开知名度 与姐姐米雪一样 颜慧明也是一位演技派 清纯 妩媚 很辣等反差大的人 设信手拈来 演什么像什么 不论如何 希望米雪和雪梨 都能快乐顺遂 七 田妮和田妞 一个乘风月片女王 一个屡遭渣男背叛 说的就是田妮和田妞 这对姐妹花 田妮曾是少氏知名燕星 是李汉祥的爱将 出演过不少大尺度电影 单单依靠声音 就俘获了不少人的心 除此之外 她也参演过不少 金庸古龙的小说电影 塑造过穆婉青 李莫丑等角色 田妮成名于七十年代 九十年代西影嫁给大醉侠月华 当年两人的婚礼也非常壮观 蔡兰是田妮的介绍人 胡金泉是月华的介绍人 大导演李汉祥担任正婚人 两人自结婚后 一直恩爱如初 是圈内模范夫妻 妹妹田妞曾经也有过世纪婚礼 当年和万子良结婚 TVB全程直播 当红炸子鸡星也担任伴郎 只不过田妞没有像姐姐田妮那般幸运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四年之久 田妞目前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代表作 应该是和张卫健合作的 少年英雄方世玉 她在片中出演描翠花一角 除了肖芳芳之外 她应该是最好的描翠花了 一个是演技实力派 一个是颜值加实力 包租婆圆秋 大家比较熟悉 七小福成员之一 红金宝 成龙的师姐 早些年曾是少事演员 还参与过007系列影片 后来出演功夫包租婆一角 迎来事业第二春 如今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如果不是星野的话 估计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能记起 文雪儿 圆秋的妹妹 当年比姐姐名气大 是出演金庸古龙小说角色 最多的女演员 而且还是影视剧中 第一位为小宝的扮演者 到了90年代之后 她就渐渐淡出了演艺圈 选择回归家庭 虽然同为姐妹 可是幸运却不一样 感情经历也不一样 有的是姐姐名气大 有的是妹妹婚姻幸福 林月云 林月云年轻时因为长相甜美 可人被形态挖掘 那时台湾影视正处于迅速发展期 所以林月云事业发展非常顺利 可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林月云居然抢自己闺蜜郭淳美的丈夫 林月云经常到郭淳美家做客 因为同是闽南语演员 林月云和侯士红聊得十分头远 侯士红越来越无法割舍这段感情 打算和郭淳美离婚 郭淳美在知道后对侯士红大吵大闹 但她坚决不同意离婚 侯士红拿郭淳美没办法 就斥巨资为林月云买下一处豪宅 还经常带着林月云去自己好友邱家雄家 让好友太太和林月云一起打麻将 在自家太太的介绍下 邱家雄才算是正式认识了林月云 时间长了 邱家雄对人美嘴甜的林月云 也产生了一丝情作 林月云享受着两个男人对她的习心照顾 而侯士红在发现林月云和自己的好兄弟 暧昧不清的时候 果断和林月云分手 重新回归了家庭 但另一边的邱家雄则表示 自己照顾他们母女 邱家雄在外为林月云建造了一栋别墅 和林月云正式统居了二十多年 在林月云63岁那年 陪伴了她三十多年的邱家雄离开 并且把自己的大部分家产三十多亿元 留给了林月云 回顾林月云的经历 看似过上了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但林月云却永远都摆脱不了第三者的称号 王左贤 王左贤作为上一辈人心中的女神 当初可是香港的玉女掌门人 刚出道就凭借出众的外貌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后来出演了《倩女幽魂》 《青蛇》等经典作品 更是在香港取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 王左贤一开始是有男朋友的 是我们熟知的歌手齐琴 两位才子家人的爱情故事 因为齐琴隐瞒自己有私生子的事情 而告结束 1993年 王左贤与有夫之夫林坚月 传出恋情 玉女形象琴刻崩塌 原本大家对他之前感情失败的同情变成唾弃 后来王左贤也有澄清 林坚月和他承诺会和妻子离婚 但是被林坚月母亲否认 王左贤也是因此坐实了小三的头衔 这一事情的出现可是让王左贤的事业和感情大受打击 最后淡出迎品 孙翠凤 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在一段婚姻中最无法忍受的便是来自丈夫的背叛 若是丈夫还与第三者生了私生子 那更是不能原谅 一定会走上离婚这条路 然而这次 艺人孙翠凤 却在这种事情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度 她的丈夫曾与其亲姐姐闹出不伦恋 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虽然一开始痛苦万分 但最后还是喊悲照顾姐姐生下的女儿 据悉孙翠凤是明华园的招牌 她的另一半陈胜复身为明华园的团长 两人一向赴唱赴随 但没有想到的是 陈胜复爱上了孙翠凤的亲姐姐 当时孙翠凤已经生下了大女儿 陈胜复难以承受良心上的谴责 加上孙翠凤姐姐已经竹胎案解 于是她主动向孙翠凤坦诚此事 之后三人到佛光山谈判 绝望又难堪的孙翠凤 面对一个是自己挚爱的老公 一个是亲姐姐 最后大度地选择原谅 陈胜复当时人在国外 接到记者电话时 她颤抖地说 我很抱歉 后来孙翠凤不但放下恩怨 还在姐姐怀孕期间细心地照顾她 双方还进一步达成共识 要供养这个可爱的女儿贝贝 因为陈胜复是贝贝的生父 孙翠凤的姐姐是生母 所以姐夫也就成了贝贝口中的叔叔 陈胜复还曾强调 这件事明花园上下 和南部的亲友都知道 包括她的三个女儿 也都知道事情的经过 贝贝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有一半的时间是和陈胜复 及孙翠凤同住 另一半时间则和亲生母亲同住 谢心 一人谢心近期努力摆脱 负面形象的阴影 不只重回节目上通告 也边出外景边享受生活 近日去百月之一的向阳山 直接攻上北风 还晒出阳光洒落 坐在山顶上的美照 但更让人好奇的是 在现实动态 突然发布自己的亲妹妹 而且还是看新闻才知道 当时谢心翻拍新闻画面 发现妹妹带着小孩在澎湖游玩 而姐妹俩仔细看 的确有些地方相似 而在发文中先是写 我妹了 之后又转述妹妹接受访问说的话 透露妹妹似乎是第一次来到澎湖玩 谢心过去因为介入阿祥的婚姻 成为重视之地 而沉浸了一阵子后 又再次重返荧光幕前 不只彭内节目 就连外景也继续合作 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相当大的打击 但希望自己能振作 并且面对自己 就算要上节目聊这些往事 血心也无所畏惧 如今风波看似过去 工作和业配也陆陆续续回复 关芝林 自从刘嘉玲与关芝林的前夫 陈泰明爬山的消息被爆出后 关芝林与刘嘉玲行声嫌隙 一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之前 上海前首富周正义的太太 毛玉平的儿子于俊才 与任永贤的千金任爱婷 在香港举行婚宴 结果大家关心的 不是人家新婚夫妇 而是刘嘉玲 关芝林同场亮相 却零交流 在香港娱乐圈 两位大美女年轻时 名气美貌相当 也曾多次合作 在戏里 没少为了男人争风吃醋 在现实生活中 关于两人明争暗斗的消息 也已经传了多年 2008年有媒体称 关芝林代言的某品牌家具 突然不再跟她续约 代言人换成了刘嘉玲 令关芝林非常不爽 不过 关芝林之后也从刘嘉玲手上 抢走两个广告合约 还以颜色 还有消息指 两人为台湾富商郭台铭 争风吃醋 虽然有诸多不合传言 但是两人表面 却是一副好姐妹的样子 他们经常相约吃饭 刘嘉玲49岁生日 关芝林还跟陈泰明到场 三人还拍了合照 而刘嘉玲微博上发出的 她与关芝林 中处红的合影 更是让影迷怀旧感动 可2015年11月 关芝林突然自爆 已经与台湾富商陈泰明离婚 而不久前 陈泰明则被媒体曝光 和刘嘉玲一起爬山 提及此事 关芝林说 对于最近一两个星期的新闻 你们都有看到 他们不是小孩 也是成年人 他们没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吗 对于这一指责 刘嘉玲之后的解释是 她经常爬山 梁朝伟不陪她 所以哪个朋友有空就一起去 她跟陈泰明被拍到时 还有其他朋友同行 关芝林这样让她很莫名其妙 之后在出席朋友婚礼时 又被问及此事 刘嘉玲居然像走错了剧组一样 说她都不知道 关芝林结婚离婚 更是明确说出 与关芝林不是best friend 李立真 这位香港曾经的一代性感女神 17岁就步入娱乐圈 邂逅出演了多部青春剧 但一直都是半红不子 为寻求突破 1992年 她开始接连接拍了三部三级片 当年她清纯的模样让人恋爱不已 成为当时身价最高 最受欢迎的三级片女星 不过李立真的情路曲折又离奇 未婚怀孕 之后和音乐人许愿结婚又离婚 在跟移婚发行尸的一段三批迷幻不沦恋 轰动全程 2007年 身心疲惫的李立真和旧情人 也是香港导演潘元良附和 虽然两人从未承认过恋情 但李立真一直被指示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1987年李立真遗情漫画家齐文杰 她和潘元良的恋情才告一段落 戏剧性的是 这一对原以为远近的恋人竟然又走到了一起 离开潘元良的这二十多年里 李立真的经历也是波澜起伏 1996年 她与香港音乐人许愿结婚 但这段短暂的婚姻四年后结束 留下了一个女儿 期间 她在2004年被发行师马归灿太太 爆出一段三角关系 马太不仅爆出三人同床丑闻 更称李立真沉沦毒海 这让以为人母的李立真形象和事业严重受损 李立真这段真人演出的三角闹剧 完全超乎正常人所能想象的范围 情节荒唐至极 过程比李立真过去任何一部三级片都要精彩